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来的影响 业员片酬一亿才算准一线 业员片酬到底有多高 从一些公司的年度财报中可以看出 比如巴布声明的六公司之一华策影视 在2017年年报中就显示电视剧《黄泉一天下》 显明为盛世唱歌 两位主演片酬合集1.67亿元 心力招股书显示电视剧 如意赚良主演片酬合集超过1亿元 剧业内人士透露 吴依凡 张艺兴 李一峰 陆寒等流量明星 的片酬都超过1亿元 指导过《老九门》等剧集和网络电影的导演林楠说 通常来讲 以目前的状况所谓一线演员 应该是片酬在1亿元以上才能算准一线 至于此次声明对一线演员和流量演员 产生怎样的影响目前还不好说 但是必会对一些明星的实际劳务被结果产生震报 此前 演员拿到的酬劳都是税后收入 税款由出品包承担 此次明确了片酬税款由演员帮承担 但却没有更加明确的细质规定 平台帮使作俑者有苦难言 声明规定了演员的单集片酬和总片酬上线 在流量 收视率 点击率等大数据 为指向标的时代 平台方通常会被各种数据绑架 平台依靠广告和会员费盈利 广告宣泽愿意为高流量买单 头部剧集的版权交易费用也狂飙 突进式的增长 以由爱堂为代表的平台方实际上负担很重 据财报显示 爱奇艺第二季度内容成本达到47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47% 国家一级导演江海洋表示 尤其是近两三年 高片酬这个问题特别邪乎 这两三年是天天在叫流量 收视率 点击率 平台也有自己的难处 他们的盈利模式是需要广告商或其他赞助商来投钱 流量和收视率也意味着有人来看 看的人越多 广告商越愿意投钱 这个规律违背不了 所以流量和广告商的投放 决定了平台的命运 所有高片酬都是在这个模式下催生的 他们以为这些人出演就有人看 他认为播出平台应该以电影行业为境界 多多反思 很多卖作电影并不用片酬高的流量明星支撑 那些不会演戏 单靠粉丝 流量支撑的明星 根本不值这么多钱 把问题想清楚 解决人头问题 才能真正抑制这个高片酬 能解决才是对国家的文化行业有所交代 制片方弱势全体静观其变 指导过电影西风链 神探很特张的导演高陈叔 认为控制高片酬方面 制片方始终是弱势 抑制天价片酬 主要在于平台 片酬都是平台贯出来的 哪个制片方愿意出天价 平台购骗人说 用哪个演员就得用哪个演员 否则不收啊 于是 演员代价而挂 就要高价 有了这个演员 平台就出高价 制片方改不从吗 正在发声传媒公司的市长金燕也表示 我们制片方是最被动的一环 听从政策和市场 具体 后续如何 都是观望 我们一如既往 做好剧本 这是关键根本 姑且相信市场会平衡稀许 以声明有何积极意义 回归创作本质 做好作品 曾参与制作米乐传的如意营业执行董事柯利宁 非常支持此次声明 我们希望所有艺术家都回归创作的本质 大家一起去爱这个大时代 做出更好的作品 曾制作旋风少女 温暖的闲的攻打影视总经理周丹吉表示 一轮片酬是市场行为 但也要符合一个基本的营收规律 大家都冷静点挺好 导演高群舒则认为 我不排除演员 连剧拿高片酬 但是片酬要符合他们的能力和作用 不是说演员片酬降下来 就代表戏的水平上去了 关键要知道到底什么是好戏 什么戏才是观众真正认可的 按声明数字合理吗 片酬透明化 才能更科学电影市场专家蒋勇 并不看好一刀切的执行方法 他认为这个数字并不能算很科学 因为这并非是按照市场行为来规定的 这个数字应该再合理规划一下 我认为应该公布之前的片酬情况 行业的现状 以及除了限制最高演员的片酬 其他演员的酬劳怎样规定 在数据造假之外 又收视率和号召力 的演员 是如何被推到如此高片酬的地位的 我们都应该深入思考 三声明如何执行 拿落实 沦为喊口号 关于声明中各项规定的落实 林南认为这是一个综合问题 需要整个产业的各个环节系统努力 也许也还需要一个更明确的旅行章程 让大家专寻影视剧的现先 应该也会波及到综艺 但这是两个系统 目前会有怎样的结果还不可知 之前行业内也有过限令 但这次不同 职能部门平台以及制作方同时发生还是第一次 应该会有明显效果 但具体实施情况 有待继续观察 让导演江海洋也表示了对声明能否执行的担忧 这种声明虽然发出了一种好的声音 但不从规矩 法制 制度上解决问题 不找出源头和原因 不分清楚责任 你就还是喊口号 限制天假片酬的问题 目前来说没有任何推进 谁喊桌贼 能有用吗 自信心对电影行业有何影响 卖作电影都不靠流量电影市场专家讲友 则认为在电影行业这个问题不显著 首先 这几个拿高价的演员很多演不来电影 其次 电影院不靠这些流量 这几年卖作的电影都不靠流量 主要是票方和内容来支撑 电影的做法越来越在证明老百姓的选择不是这些高价演员 值得平台方和广告商深思 事实上 高片酬并不可怕 非市场旁规的高片酬才可怕 目前最需要的就是规范市场行为和行业自律 另外还有一个担忧 演员可以给自己加很多身份 以控制项目的身份 从其他渠道去拿钱 才写新听报记者伍志张鹤 周慧小晚刘伟 有不可怕 到学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